中文字幕——YK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罗马的历史 所以我们知道看看罗马文明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讲罗马的历史 我们讲在历史里面什么是罗马人 为什么罗马能够兴盛 为什么罗马帝国会崩溃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历史 当我们想起罗马的时候 你会想起什么呢 当我们想起罗马的时候 你会想起公共建筑 你会想起帝国 你会想起一些军人的独裁者 比如说凯撒 乌大为 当然你还会想起罗马的法律是很强的 罗马人是很理性的 做事情很有秩序的 是吧 这些问题我们会想起我们一个对罗马的很强大的这样一个罗马帝国的一种回忆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地图啊 它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一块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罗马 但是后来罗马就扩张了 扩张成一个很大的帝国 甚至把整个地中海呢 都盖过在它的版图之内 地中海成了它的内服 所以罗马帝国呢 后来扩张得很厉害 那么我们就说呢 第一个罗马问题呢 就是罗马文明呢 为什么会取代希腊文明 当我们说到古典学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谈两种文明 一种是希腊文明 一种是罗马文明 这两个文明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个小问题 为什么罗马能够取代希腊文明呢 这样呢我们就涉及到 我们对古代西方的四大文化的要素的一种理解 哪是种要素呢 一个是什么 是希腊 一个是罗马 一个是基督教 还有一个呢 是俄曼 就是我们所说的满族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要说的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啊 这四种元素 它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首先我们讲讲希腊的传统 希腊的传统呢 它是一个放大了个人的形象 希腊人喜欢做诗 要一种内在的和谐 它很多东西呢 都是内心涌出的 它呢实行民主制度 它是一个个城邦 所以呢 它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它生命力特别旺盛 而且呢 它很多东西呢 进行抽象 写诗歌 就是一种抽象 要求那个精神化 然后我们说希腊文明呢 是一种极度的诱惑 与极度的克制 之间的什么 动态的平衡 那么它非常喜欢美 我们旁边的那个 右边的那些呢 那个美语文化呢 就是雅典的主题词 雅典人呢 特别爱美 特别爱文化 然后呢 重情重义 这是荷马史诗中的主题词 荷马史诗 那个阿基里斯 本来准备退出战斗了 但是他一个朋友被战死了 他就继续冲锋 是吧 很重情义 然后想出穆马基的那个人 叫奥德修斯 非常有智慧 所以呢 强调体魄 十八大人 非常强调体魄 然后希腊人呢 是一种理想为动力的 他们讲什么东西呢 都是一种理想主义 我们说有几种情况 可以成为动力 一个为信仰而产生的动力 一个是为理想而产生的动力 一个为功力而产生的动力 还有个为生存逼迫而产生的动力 但是那个希腊人呢 他主要是一种理想而产生的动力 希腊人的做事情呢 都是个人主义的 他都是自己来一套 人与人之间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说希腊那个传统呢 他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罗马 罗马的传统呢 是一个放大了的国家 罗马的传统呢 是个放大了的国家 罗马人呢 非常强调的是强力 他需要一种军事的强力的控制 罗马的贫富差异非常大 所以他是两极分化 富人非常富 穷人非常穷 罗马的奴隶制度 是古代奴隶制度 最最强化的地方 罗马主要是靠着军事扩张 里面呢是分等级的 有奴隶的 然后他靠战争 所以罗马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帝国 罗马人很强调英雄 这个英雄当然也是一种什么 战斗英雄 罗马人呢非常爱虚荣 凡事呢很强硬 做事情呢很张狂 喜欢侵犯其他的国家 所以我们说呢 他不是一种理想的动力 主要是功利的动力 他是为争夺受压迫 罗马呢经常去侵犯别人 为此呢他自己也不好 所以说罗马的传统和希腊不同 我们说希腊人是放大了的个人 但是那个罗马人是什么 放大了的国家 他的制度法律都非常强 军队都非常强 这个呢我们就看到 这个人呢叫做军事党丁大帝 军事党丁大帝呢非常有意思呢 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军事党丁堡 我们知道有个军事党丁堡吗 现在在哪里啊 就是在那个伊斯坦布尔 所以呢罗马后来一分为二 一个是东都就是拜仗庭 一个是西都就是罗马 那个军事党丁堡呢 那个军事党丁大帝呢 他还干了一件伟大的事 就是他承认了基督教 他承认基督教是什么 是国教 所以罗马帝国以前是迫害基督教的 但是到了那个军事党丁以后呢 他就皈依了基督教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 下一张图呢 我们就说的是基督教的传统 基督教的传统呢 他随从和罗马的文化相反的文化 罗马强调的是外在的扩张 基督教强调是内心的和平 罗马要争的很多东西 基督教要求内心舍弃很多东西 罗马很等级 那么基督教呢 要求是平等 罗马要战争 基督教要求和平 罗马人要求自己没有负罪感 基督教说人人都有原罪 罗马人要争夺 那么基督教呢 就号召大家什么 和睦相处 然后他不是那个功利的动力 要求你是信仰的动力 然后呢 他还要求你能够虚心 那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爱痛的人有福了 怜悯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为意受压迫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受迫害 也是因为他的一些思想 原始基督教的一些思想 他和罗马帝国的那种主流文化呢 是不相容的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原始的基督教传统呢 是罗马的这样一种法文化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情况呢 下一个情况我们说热曼传统 热曼传统呢 它是个家的原则 它特别强调家庭血缘 因为它是个部落制 在原始部落里面 当然有一种东西叫选举制度 然后呢热曼传很厉害 他搞了什么 他灭掉了罗马帝国 被人称之为什么 蛇吞象 是吗 后来到了16世纪 还出现了一个圣女叫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后来搞了宗教改革 也把大一统的教会给解构了 所以我们说马丁路德 也是一个蛇吞象 他秉承了热曼的传统 然后那个热曼人呢 他是崇尚自由的 他还没有分成国家 很强大的国家 他还是一个个部落 他是在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础上 才入主欧洲的 热曼的那个传统呢 是很朴素的 是很忠诚的 他强调个人为集体 做牺牲 他还强调个人如何服从他的上级 所以热曼这种传统呢 我们给他概括一下呢 叫做家的传统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看到了古代的四种元素 一个希腊的传统呢 是放大了的个人 一个罗马的传统呢 是放大了的国家 一个热曼的传统呢 是家的原则 而基督教呢 是一条松散的纽带 把个人 把国家 还有呢 把家联合起来 那么这个整合呢 不是很成功 但是呢 好像就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文明 那么罗马帝国呢 大致呢 是有这么一千年的情况 我们说罗马帝国 如果以公元一世纪算起呢 它的前五百年 它是共和制度 所谓共和制度 就不是皇帝 它有个元老院 它是选举制度 那么后五百年呢 它是帝国制度 帝国呢 我们知道凯撒以后呢 实际上罗马就成了帝国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在那个罗马的这一千年 所谓一千年 大致是公元前五世纪 到公元后的476年 这个一千年 这一千年呢 可以一分为二 前五百年呢 我们把它叫共和国 后五百年呢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帝国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啊 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叫做she wolf 就是一头什么 母狼 那么据说呢 这两个呢 就是开国的 罗马的开国的 那个两个孩子 他们是和母狼的 那个什么 奶长大的 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是公元前五百年 一个传说啊 在罗马社博物馆里 这么一个图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呢 古罗马的大世纪 古罗马大世纪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 大概在公元前753年 那个时候呢 罗马建立了一个小城 叫做罗马城 大概到了公元前的 五百零九年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共和国 那么罗马城建立 是不是就国家呢 还不是 是个小城 那么到了公元前五百零九年呢 那个时候呢 它建立了共和国 到了公元前的 两百十八年到两百零二年呢 他就去打不虐战争 和非洲的一个国家 叫加塔基大战 结果呢 他打了第二次不虐战争 到了公元前八十一年到七十九年 有个独裁者叫苏拉 他就独裁 公元前四十四年呢 那个凯撒被刺 凯撒想当皇帝 他被刺 那么公元前三十一年呢 乌大为战胜了安东尼 公元前二十七年呢 罗马帝国建立 就是乌大为掌权 对吧 乌大为掌权 他把自己称为什么 称为奥古斯都 那么到了公元十四年呢 乌大为就去世了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大事件呢 主要讲的是共和的历史呢 还是讲的是帝国的历史 基本上前五百年的四 是吧 前五百年的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其他的情况 我们要看了呢 他的那个前两百五十年 我们说前五百年呢 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罗马共和国大概是前五百年 到什么 到公元一世纪 这五百年呢 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前两百五十年呢 是崛起和对外扩张的阶段 后两百五十年呢 是从共和制度转向了帝国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这里面有很多大事件 我们说前两百五十年是打仗的 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 罗马就征服了意大利 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 罗马就征服了什么 地中海 然后就打仗了 第一次布列战争 它是公元前两百六十四年 到公元前两百四十一年 第二次布列战争 也是罗马和加他基打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战场已经扩大到什么 西班牙 意大利 非洲和希腊 那么汉拔尼重创了罗马军队 这是加他基的重要将领 然后后来呢 罗马在两百零二年呢 还是进入了非洲 罗马的将领叫做小西皮阿 就是西皮阿大伙全胜 最后就使得加他基 缺服了 第三次布列战争 它是公元前 一百四十九年 到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 那么那一年呢 就把那个加他基呢 这个国家给消灭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一个情况呢 看出一个罗马帝国呢 是在对外的征服的状况下 对外夸张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 它的前两百五十年呢 还是一处鼎盛的 后两百五十年呢 走向崩溃 我们刚才说的是共和国 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帝国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那个共和国可以分两个时期 前两百五十年什么 对外扩张 后两百五十年走向什么 走向帝制 那么帝国呢 也就公元一世纪开始 欧大为内世开始呢 也可以分两个阶段 前两百五十年比较兴盛 后两百五十年走向崩溃 为什么呢 这里呢 我们看经过扩张以后呢 罗马已经把那个地中海 这是地中海 他已经把地中海变成了什么 地中海变成他的内湖了 看到吗 然后我们看罗马在哪里啊 罗马 看罗马在哪里啊 罗马在哪里 这是意大利 这个地方是罗马 看到吗 我指的箭头 这个地方是罗马 看到吗 这个是什么 希腊 这是雅典 看到吗 然后上面是德国 Germany是德国 那边是爱尔兰 看到吗 所以这个已经都是罗马帝国 那个高卢在哪里 高卢就是法国 法国在这里 那个Britain 那么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英国 然后你看到那里呢 那么里比亚 埃及 你看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看到吗 这是埃及 看到吗 这是埃及 这是什么 叙利亚 这是美索不达米亚 那就是什么 两河流域 所以呢 小雅西亚这一块给他占领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个 这就是北非了 埃及给他占领了 那么那边看到吗 西班牙给他占领了 所以西班牙是受罗马帝国影响的 西班牙是受罗马帝国影响的 那么那个高卢 那么上面德国 德国呢 斯特拉斯堡 就是离法国的那块 是被他占领的 那么我们 这个呢 大概是公元150年时候的 罗马 他已经把地中海 变成他内湖了 本来我们说那个罗马城市 很小一个城市 但是他靠军事扩张呢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 非常庞大的帝国 当时世界上有几大帝国 一个就是中华帝国 是吧 我们知道汉武帝灭匈奴 是吧 还有我们知道那个 那个有个很重要的埃及 但是埃及被罗马什么 征服了 成了罗马一个行省 我们就继续看啊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罗马帝国有什么含义 罗马帝国有两个含义 第一 他是有个皇帝 皇帝是谁呢 不是凯撒 凯撒被赐了 他是凯撒的一个什么养子 那个人叫什么 乌大为 乌大为怎么当皇帝呢 他是把各种权力逐步的收归为己有的 我们看前四十年 乌大为自封统帅统一了军权 前二十七年 乌大为接受了总生的保民官的一个职务 具有否决权 前公元前二十三年 乌大为接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 奥古斯都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尊自圣的意思 这样呢他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力 前十九年乌大为认道德长官 那就是监督官 前十二年认大祭司长 成了全国的宗教领袖 所以他那个独裁呢 不是一下子就当独裁者的 但是把各种公共权力逐步收归为己有 那么这是第一个含义 主要有个皇帝出现了 虽然这个皇帝还没有用皇帝这个名称 但实际上已经是帝制了 第二个含义呢 就是他要控制整个欧洲 他不局限于控制自己那块地方 帝国 帝国有个含义 我们说英国本来叫英国 后来英国搞扩张 我们把它叫什么 叫大英什么 帝国就是这个扩张的意思 所以罗马帝国呢 它是在公元后就开始了 罗马帝国 我待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古罗马也有一些大事 就是罗马帝国有一些大事情发生 比如说公元43年 罗马军堂开始征服了什么 征服了不列帝 公元98年到117年 出现个皇帝叫图拉征统治 还行那个时候 但是他以后就不行了 我们看到公元235年到284年呢 军阀就混账了 是吧 军阀就混账了 公元284年到305年 出现了四个皇帝共治 哪四个皇帝呢 就是西边两个皇帝 那个东罗马两个皇帝 就分东边西边 那么实际上就一个是皇帝 一个是父王 这样呢就出现四帝公治 那么到了公元312年 公元337年呢 军事战定又把它统一了 但是他也建了什么 建了东都西都 拜占庭那边呢建立了东都 中文字幕——未经许淡